幫忙,釐清我的部分。 喔,Action! 就是我過去怎麼了?現在怎麼了? 將來你的分享。 我很謝謝怡婷姐, 能夠這麼順暢地去表達自己的情緒, 這麼樂意和常態, 跟我們分享生命中一層裡頭。 其實有一些在你感受到好像很不止很緊緊。 就是過去你報導當中, 被參與這樣一個採訪, 然後被高喊著說滾出去, 這樣一個心理上的衝擊。 從你的淚水當中, 可以感受到一次一次都是這麼的激烈, 因為那個情緒上面的反應, 就代表你的自我要求很高, 而且你的持守在品格方面, 是大家共同認定的。 尤其是在參與公民報導當中, 是這樣的無仇無償, 然後無怨又無悔。 這樣的報導, 你的先生號稱你叫做蜘蛛女, 可以扒在網路上面, 這樣子為著達成你的任務, 弄到三更半夜兩三點。 那其實是因為你有一個使命感。 那既然這樣的使命感好像被打擊了, 回頭看看, 應該是跟老媽媽一起共處的, 好像媽媽很需要你的時候, 反倒是被你冷落在一旁了。 這樣相較之下, 你反倒會發現說自己的付出很不值得。 好像那個感覺是胸口被擦了一刀耶。 沒有做到該做的, 又被責備的感受, 那你自己心裡頭反而更自責了。 那我要說, 因為一平姐, 以你俠女的這種風範, 我相信神要醫治你, 他也要報答你。 嘿, 雖然你說的是, 你不懂那個報道是怎麼樣的報道, 你也沒有去學, 你就如實地去拍照, 在現場去報道。 那當很多人很需要你這樣如實地拍照照片啊, 或者報道的內容的時候, 你也都很願意跟別人分享。 這個是你讓我感受到你很無私的一面。 讓我感受到覺得很虧欠的這個部分。 因為你現在的行動就是每一天, 即使母親是在安養院, 你還是去陪伴她。 尤其是今天你因著說, 媽媽是出院嘛, 到醫院裡頭去看診。 那有哥哥可以辦理這樣的出院的手續, 那你就可以安心地來赴你的課程。 現在有一點點小小的遲到, 好像兩方你都可以很安心了。 我相信以你的這樣的熱情跟熱心和熱切, 你的生命活動精彩。 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一平姐的失去感情。 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一平姐她的失去感情。 現在有關係。